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关键的就是我们选用的这些蔬果必须是非常的新鲜又美味的 通常我们现在看到的番茄都非常的道而无味 在夏天当地的时候你还是要清新的去选用合适的番茄才非常的甜美 那像这种叫做Helon Tomato 它长的呢不是非常的灰整 但它的口感呢非常的清甜 只有在夏天的上市的时候才会有 用来做这个Ratatouille或者是做Salad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很推荐 它其实会让我想到我们小时候吃的番茄 西葫芦还有这个茄子呢 我会喜欢也是选择这种有机的 像这样的喷制呢是不去皮的 而且它的口感也会比较好 选择这种非常漂亮的 然后有光泽 茄子呢有各种选择 那在超市里面的时候看到这么大的茄子 这个是属于一种美国茄子 而像我肘上这个呢是一种意大利的小茄子 那它的口感呢也是非常的细腻 而且呢最后的味道呢是非常的软绵香浓的 我喜欢这种小茄子呢也是因为它切齐起来呢更加的方便 香草呢我会喜欢选用非常新鲜的Bezel Thym还有Parsley就是意大利的羊香芹 好那我们首先呢来准备一下我们的这些食材 那一个关键点就是所有的蔬菜呢 都把它们切成尽量一致的大小 这样呢的话在喷煮的时候可以确保它们受热比较均匀 一起煮熟 就这样做了 好 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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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 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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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块 那这Bell pepper呢处理呢也非常的简单 那我来试一下我的方法 头呢去掉一些 然后我就会顺着它的这个凹槽的位置切下去 很方便的呢就可以把它的这个籽呢去掉 可以用这样一把vegetable peeler甜椒的这个皮给去掉 去掉的好处就是这个甜椒的口感最后会非常的甜 它的这个味道呢也会更加的入口即化 一定要试一试 无论是生吃还是用它来炖煮呢 这个技巧都非常的有用 你不要硬的把它往下拉 而是左右这样来回的这样的一个刨的方式 就可以轻松的把这个皮呢给去掉 背面呢就是这个白色的筋部分呢把它们都去掉 我们这个番茄需要去皮去紫 那首先呢我就会先把这个当作的这个D去掉 用这样的一个Perry knife插进去 然后转圈 然后这个D就很容易被去下来了 这个位置 也是一样的 这样的一个左右行动的方式 经过朝鲜的炖煮的这番茄皮呢 就会掉下来 然后它也不好吃 所以我们去先的把它去掉 但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非常的轻松简单 然后挑选番茄呢就是你要选这种已经很熟的 这样呢它比较多脂也会比较甜 也会比较甜 白色的扣呢去掉这个新的部分 在番茄呢就都已经全部都准备好了 那用到多少蒜头呢 完全按照你自己的喜好 拍扁一下 好然后就大致的把它们切碎就可以了 不用切的很细 因为我们经过长时间的炖煮呢 这些大蒜呢都会坏掉 最后 还约的这样切一下呢就可以了 这北索呢有一个技巧 叫Shifernar 你就取这样五六片的叶子呢 把它们重叠 然后呢 紧紧的圈起来 变成这样的一个卷 然后切成这样的细条 最后我们再来切一些这个Italian parsley 就直接把它这叶子呢把它卷下来 我们只需要它的叶子的部分 那这个筋呢你可以留着来熬高汤 切碎末的一个技巧呢 要切得又快又好呢 你把它全部都卷起来 捏紧 捏成一个球 这样你帮去切 这样很快的呢 你这个Pasri呢 就已经可以切成细末 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在最后的加工一下呢 就非常的坏 它就变成非常你想要的细末了 你也不会你的砧板上呢 都是沾上这个叶子的汁水 我们所有的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 那现在我们就开始 正式来烹煮我们的Ratatouille 我们先开中火 预热一下 然后放橄榄油 可以多放一些不用客气 我先呢把这个 刚才准备好的这些洋葱 放进去 因为我很喜欢吃洋葱 所以我今天放了有两个洋葱的量 Garlic呢 我也一起把它们放进去 和洋葱一起煸炒一下 这个洋葱呢 已经基本上都变软 而且变透明 这个香气呢 已经飘出来就是这个浓郁的这个洋葱和这个蒜头的香气 那现在我就可以把这个 非常切好的西葱葱和我们的这茄子都放进去 因为这茄子非常的吃油 所以我可以再加一些橄榄油 西葱葱葱和这个茄子呢都断身 然后你可以闻到这茄子和西葱葱的一种香气 我们这些甜椒呢 也都加进去 非常的漂亮 大家看非常的有食欲 按一到两大勺的这个番茄糕 主要是因为我想要这个比较浓郁的这个番茄底的味道 所以会加这个番茄糕 所以我在火都可以把我刚才准备好了 这些番茄呢也都加进去 稍微把它们翻拌均匀 一点点的水 你只要加一点点的水呢 确保它可以微微的炖煮就可以了 因为等会儿这些蔬菜里面都会出很多的汁水 所以你不要加太多 我现在会加一些这个细盐 再加一些黑胡椒 先做一下调味 翻拌均匀 我现在再加些这个新鲜的百里香进去 冒小泡呢已经煮开了 那现在我就把它关到最小的火 然后呢我会盖上盖子 让它在炉灶上呢 炖煮 大约30到40分钟 直到所有的这些蔬菜呢 都已经变得非常的软烂 番茄的酸气呢都会被完全的煮掉 而它推呢已经在这个小火呢已经炖煮了有40分钟左右 而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样子 来看到没有它这个已经完全的呢 阻软掉了 让我来尝一下它的味道 我们就可以再加一点点的盐 加一点点的黑胡椒 我再尝一尝 味道就已经非常好了 现在我就可以把火关掉 我现在把刚才我们前面放进去的这个百里香呢把它取出来 那我们这碗菜脱衣呢就已经煮好了 那接下去呢我们就可以来装盘和最后的尝它的味道 好了在最后吃以前呢 我们还会做一些最后的点缀和装饰 刨一些这个柠檬丝在上面 非常的清香和清新和这个炖蔬菜呢非常的搭 在刨的时候呢你就是要轻轻的在这个macro pen上面的滑一下 确保呢不要滑到这个里面的这个黄眼白颜色的部分 那个是很苦的 最后呢我会再撒上一些刚才我们切好的这个 basil的叶子 新鲜的 parsley 再加一点点的橄榄油 我们这个非常美味又漂亮的法式炖蔬菜 Ratatouille呢就已经完成了 那最后我们就来品尝一下我们今天的劳动成果 稍微的拌一下 那我就开动了 太美味了 这些所有的蔬菜都融合在一起 完全的一下子就在嘴巴里面融化掉 番茄的清甜茄子的酥软和香浓 西葫芦 灯笼辣椒的清香和甜美 包括最后呢这花龙点睛的这个柠檬的清新 所有的香气呢都在嘴巴里面完全的融合在了一起 非常的好吃 你一定要试一试 那今天的要要美味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Bon Appetit 大家好我是Christine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节目呢 就一定要记得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或者是我的微信公众号 样样美味 希望可以看到大家更多的留言 点赞和鼓励